请退附会副主委 副主委请 副主委请 副主委早安 副主委早 现在疫情接近失控 我很关心我们的农民伯伯们 我想先问退附会所属的机构 第一个职讯中心现在已经 19个班队有三个确诊 现在是不是还有扩大的趋势 要不要停讯 副主委先简单回答我一下 副主委委员报告 那我们在开班的过程中 确实也有少数的学员确诊 那我们把课程改成视讯的方式来做处理 你简单回答我的时间 现在19个有多少个职讯中心确诊 能不能回答 有多少个职讯中心有人确诊 对 那这个只有少数的部分 那数目我记不起来 但是现在目前课程都正常 都正常 是 有没有万一哪些多了以后的应变措施 有没有准备好 是 那我们在应变的方面 除了都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这些指导 那我们在宿舍区的部分 也都有独立的房间 我只是提醒你们要做好准备 因为现在疫情几乎是失控了 我们讲话很实在 不要看媒体报道而已 荣家更是我关注的重点 现在也有荣家有荣民百倍确诊 其他荣家确诊的状况 荣家是一个平均85岁的老人群聚的场所 有没有做准备 如果某一个荣 现在已经有荣家有人确诊了 如果产生扩散的蔓延 荣家周边的医疗量能 准备好没有救治老人 老人和孩童的死亡率最高 这一部分请副主委回答我一下 是 向委员报告 我们目前荣家的处理作为 也都是随着疫情的发展 和这个严重度的程度 那我们目前按照指挥中心的指导 我们一部分的 亲政的这个住民 会留在家区自己照顾 因为我们自己有保健组 那相关投药的措施 结合地区的卫生局所指定的医院 来取得药物的资源 那我们一线的照顾人员 都提高标准 我再问一次 所有荣家周边医院 针对老人 如果重症 医疗量能 有没有联系管道 有没有确定的病床数 有没有保留给荣民用 都都老人 平均85岁听清楚 这一部分请你会后 给我详细的资料 因为荣家有给我反应 我很关心我们这些前辈 不到一旦染上重症 就是有去无回 这是你们的责任 请给我一份详细的资料 好不好 是 接着总共 现在你们的农场 以及相关的公路运输 瓦斯公司 这些针对防疫措施 一旦扩散到这些单位 有没有足够的应变措施 是 向委员简单报告 我们农场 高山农场 是大概都属于空旷的区域 所以我们大概在防疫的自重点 房间 餐厅 厕所 还有卖店的这些服务面 做 平凡的倾销 和那餐厅的使用 也用分流的方式来做处理 我只是提醒辅导会 要注意 不要一旦扩散蔓延 收拾不了 变成一个病源传播中心 接着我再问 现在我们的荣总 跟各地分院 目前的病房 专者病房 目前的收治的情况 包含 应该以荣民为优先 我诚恳的建议辅导会 各地荣民医院 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你必须保留一定的床数 是给荣民使用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意思是 你必须给我回答 明确的数据 现在你答不出来 回头给我 各地荣总的医护人力 足不足以担当现在的责任 我又开了筛检中心 又增加很多病床数 你的医护人力 有没有能力负担 能不能简单回答我一下 是 报告委员 那我们在荣总各体系 都有绿色的通道 那因为我们北边年纪大 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部分 其实我们荣总 大概如果重用症 都符合收入的标准 那因为整个专责病房 它还是以 这个宋海的病患的 集中症的这部分来做分类 但是我们有这些绿色的通道 来作与协助 那另外 副主委 我打唱 我的质询你的重点是 你要留一定比例给农民用 这是你医院存在的价值 就像军医院 如果你都收拾一般民众 那你要军医院干嘛 你要以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点 否则农民医院存在的目的 不是照顾农民吗 这是政府的德政嘛 所以请你针对我的问题 回头给我的详细资料 你每个地方农民医院 给农民留置多少比例 当没有农民使用的时候 我当然开放给民众 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你现在荣总的医护比 医护能量 现在外面民进 现在政府的医院 有端折病房 没有医护人力 这是事实 所以我关注这个问题 你不要空有病床 人力不够根本做不了 给我一个完整的资料好吗 是 好 副主任请回 请外交部次长 市长您好 次长您好 我还是关注因为时间有限 美关系 请外交部千万不要误判 因为拜登总统这两天的 发言好了 我们不说他失言 已经是第四次了 他发完言 就变成国务院成亲 助理国务卿成亲 白宫发言人成亲 那这一次主要的目的是 表面上看 是以印太地区的经济架构为主 是印太战略底下重要的一环 请你参考一下这个图 这是我们亚太地区三个大的经济组织的成员国 互相之间的关系 美国规划这个只有13国 但是我们CPTPP 11国 我们的RCEP 15国 这三个经济架构的内容又不一样 那美国这个架构 我们还没加入 你们的说法是有机会 有机会的状况之下 什么时候才会有机会 CPTPP 我们申请了 现在有没有机会 还不知道 RCEP大概不用想了 这是国家的生存命脉 外交部对这个 有没有什么专门的看法 简单的回答我 跟委员报告 谢谢委员的指教 这几个是我们生存的命脉 确实没有错 那么 CPTPP 那么其实国内各个单位 其实已经卯足了这儿去推动 而且做了很多的修正 让我们的法规 能够符合CPTPP的要求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想我们就 这个动力一直在 不会稍减 那IPAF这个 当然是印太战略经贸 很重要的一环 现在的架构 大概才刚刚出来 有四个重点嘛 您都很清楚 我清楚 那么这四个重点里面呢 有两点跟台湾的产业 非常非常密切的结合 我的时间有限 我想请问就是说 这一部分 外交部是不是应该当为 最重要的外交工作之一 是 好 希望继续努力 是 那么我现在要讲的是 拜登最近这一次的发言好了 有媒体说失言 但是 听听老人啊 美中台关系的老人 基辛吉先生 以及美中台关系的专家 葛莱宜小姐 是 他们两个的发言 很明确的提醒我们台湾 他说 他提醒美国政府 美中关系 不要把台湾 推到中心点 这是很危险的 这是基辛吉说的话 葛莱宜说的担忧 更让我们害怕 他说 这个情势 如果再持续下去 会不会 这是媒体的说法 会不会让台湾的政治领袖 误判情势 升高冲突的危机 所以我觉得误判情势 对台海都是很危险的 我们看看乌克兰 我最近有好几篇 质询和文章 我提醒次长要注意 是 我们不是乌克兰 但是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战场一定在台湾 牺牲的生命 一定是台湾的军民同胞 美国和西方愿意帮我们 我们非常感谢 以台海的情势 地理环境 四面环海 美国也好 西方世界也好 给我们的军援 能不能适时 适量 是我们的实质需求 按时送到台湾 是未知数 所以我建议外交部 在情势判断这一部分 跟国安单位配合 不要误判 核战大计 给高层的讯息要正确 否则一旦发生战争 我们台湾就是有去无回 台湾的民众 没有人到走廊 没有机会 这是现实的地理环境 所以我觉得 在判断核战大计的时候 你们给出的判断 要正确 要客观 要中肯 好吗 谢谢委员精准 分析 谢谢 谢谢市长 谢谢 谢谢